大家真的是各位老师爱好 那首先呢我想我就先介绍今天 三位主讲还有分享的 那首先呢也是我们台科大的 应外系的陈淑教陈淑淡 那陈老陈教授呢在这几年来呢 都在我们外语群来当评审 那他除了教学之外 其实在台科大里头也负责了 这个语言中心 对我们学校很多很多 这个语言的教学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贡献 那接下来呢 两位在专题跟这个创意的分享的老师呢 第一位呢是樊胜宇老师 我是六合高中 那接下来是陈黄仁老师 也是非常资深的 打算也是要领这个几年级的老师 这个中该的学生也经常会入围 那我想这个各个学校呢 应该到年底校内比赛大概也都即将开始了 所以现在也开始在摩拳擦掌 那或许在这中间里头怎么去带的 然后老师怎么去评的 那这个我想我在这里做一个以工作圈的角度呢 来跟大家谈一下呢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尤其是专题课程来讲 是一个课程的统长 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用的就是过往两年多以来 同学所选的这些课 那不过现在从108课刚里头这一届还不是 渐渐的呢他们有一些自我学习的 所以这个边界呢可能越来越不明显 不过基本上还是应该是在这个跟你们 主要是要让他们能够把这个课程能够有一个活用 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呢以往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蛮炫的这些题目的 那这里可能我们评审大概都会去注意这一点 到底是老师益智的梦想的实现呢 还是学生的专题成果 这个我想在外面可能这个都是由这个评审老师这一边呢 我想都是以这个学生为主题 学生的专题成果为主题 这个也要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 那另外呢前两 昨天我们工作群有一个会议的时候 也稍微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 在外语群里头呢 以往以来就是一直还在珍珠港打仗 日语到底是日语英语要不要分家这一方面的 那在评审上面呢合不合理这一些的 那如果大家回想刚刚我讲的 这个不管是专题创意 都是在学生的一个发展 能够把他所先前所学的知识做一个整个 这是我们一个评分上蛮重要的一个地方的 所以日语跟英语呢 其实只是不同的菜色而已 我们会去看这个厨师 在里头他所贡献的这一些思维到底有多少 当然这个如果外语群这一边有一个共识的话 我想在工作群这一边也会给予尊重 或以现这一段来讲 还是以学生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里头又会另外有一个衍生到的问题 就是说 日语在整个表达的时候 要不要全部用英文做表达 或者全部用日文做表达 那我们在工作群这边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这个毕竟 这个不是一个英语演讲比赛 也不是日语演讲比赛 这个另外如果说是在语文的表达 语文的发挥上面 另外有另外的竞赛 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 这一个创意跟专题制作竞赛 它的目的是在哪里 是能不能运用你所学的东西呢 来做一个发挥 来帮你的生活做一个统整 也就是在整个素养上面 能够用到你的生活上 或者未来这一些的 这个是我想在这边呢 以工作群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至于说这个创意组跟专题组 有什么最大差异呢 就是第一名的这个加分比例呢 不大一样 在创意组这边的话 一到三名呢 真审的部分是加20% 那这个七里德江泽家座这个是加15% 那以创意组呢 就是会 会少5person就是了 会少5person 比例OK吧 对不对 就是专题组的 那个加分比例会比创意组多5person 对对对对那一个又再加分的比例吗 对对对那一个又再加分的比例吗 专题跟创意的加分比例是一样的 只是招设总会有两种一种是基础真神一个是 上面就有运气 那个比例不加 这个比例你 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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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们基础真神 基础真神或绝对中 前大比较加来分比20 然后正确语绝对中前大比较加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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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OK就入学感到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加分比例会不一样 所以总学那边不是说 我第一名就是20% 那就看你 你如果走的是这个GU的这个路线的话 那就是加20% 那如果走一般真神 就一般我们讲推增的那个方式 是15% 这个我想到时候 应该明年的决赛那时候呢 会这个简章那边都会有写这方面的 那我想OK这个一点半的时间也到了 那我想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 今天的演习活动 那首先呢我们是请凡老师呢 来分享一下这些年来呢 他带学生的一些经验 我们掌声欢迎谢谢 各位老师大家午安 我是来自于桃园市六合高中的 应外科的樊正宇老师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有机会 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再带专题制作的一些经验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比较幸运一点啦 这个是我们作品的名称 叫做Easy Make for Motion Children's Toys 所以顾名思逸其实会放这张图 是因为我团队里面的三位学生 他们就是各司其职 只是他们自己手绘画 他们自己的自画像 那因为我们的作品是创意类别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比较会着重在 创意的发想 或者是产品制作的两个部分 那今天我的分享 大概会分成四个区块 首先我会先说明一下 我们在整个专题制作的流程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训练学生从零到有的这个过程 我们大概会有哪一些相关的历程记录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于 我们在制作这项专题的时候 所遇到一些困境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过去的辛苦努力之后 我们针对这个比赛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结论 好那首先在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要讲到有关于专题制作的一个流程 那我想我现在把它分成五个面向来看 那相信在座蛮多老师可能 其实在过去带学生的经验当中 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个五个流程啦 那我想先问一下 因为其实在今天来师大之前 我们大概八月多有在那个台南高商 其实有办过一场类似的演习 然后不知道在场的老师已经听过台南高商场的请举手一下 哦有少数几位 好 就是因为害怕会有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把这个powerpoint slide的内容 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好 那我们先从那个主题发想的部分 我觉得不管是论文啊 或是简报 或者是创意 其实最困扰的地方 就是一开始主题的发想 那通常在我们学校 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会请同学进行分组嘛 然后他们会先提一个类似 proposal的东西给我 让我先知道说 他们到底想要锁定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他们的方向是定义在论文啊 还是简报还是创意 好 然后针对他们的 他们会上来做一些口头的presentation 让我知道到底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可不可行 然后我们就会请课内的老师来针对各自的兴趣 然后选择他想要指导的孩子 那我们大部分 我们其实我们壳内就是单壳单班啦 所以原则上我们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不管是哪个主题 大概都不会离开这三个 那文献探脑的部分 也不是只有网路上一些学术paper的research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 比如说历届得奖作品的考察跟分析 然后去判别大概哪些议题已经做过很多遍了 或是哪些议题可能我们觉得 现在好像还可以再重新去做一些认识 那可能我们常用的方法也许就是questionnaire 或是直接做interview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讲到就是有关于我们到底是怎么去执行 那因为我们是创意组 所以其实要产生一个product出来 可能就是另外两种类型比较不需要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比如说内容的构思啦 还有怎么去整理 甚至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影片的拍摄这个部分 可能会是我们在整个做这个转移训练的制作流程当中 时间耗费最长 然后可能也是最辛苦的一个部分 那在最后产出的阶段 我们大概就是会比较focus在 比如说论文的格式 像我们都要教一个作品说明书 我们可能就会去观察一下 就是大概需要的format是什么 然后学生写的内容是不是都够详实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会进行产品的优化 那我现在手边搭的那个handout当中 应该可以在最后的部分稍微看到 不好意思我来后面拿一下我们家的作品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因为其实我看只有少数几位老师 就是之前有参加过家过台南场 那因为刚好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特别 就是没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可以开放现场 让大家来做一些 比如说整个展场的观摩啦 或者是提问等等 那等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组 今年的作品啦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bouchure 那重点就是在介绍 推广台湾固有的那个童玩 那其实这个idea的来源就是 旧瓶装心酒 所以等一下老师们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翻阅一下 然后它其实从这个产品的优化 就是它原本并不是长这样的 但会让老师们看一下他们的过程 然后什么是频道更新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虽然是一本bouchure 但是它其实现在也要跟现金科技有所结合 所以其实里面是有一些QR code可以供大家去做扫描 就是可以了解一下除了阅读的部分 也有实际的影片教大家怎么动手操作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practical的tourbook 那最后的话就是真正要进入到专题呈现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科内就是做了蛮多大大小小巡回的演出 等一下可能会跟老师们提一下 我们是怎么进行的 好然后我现在先看一下 就是老师们可以先看一下slide上面的 其实这第一个版本啊 老师一定觉得很奇怪 看起来好像糊糊的色彩不是非常的清晰 对不对 所以这跟我后来的版本有一点不同 其实一开始学生的做法 他们是想说 老师我们想要走的就是一种文创的风格 然后希望旧瓶装新旧 所以他们选择了就是现金大家生活当中 好像都比较爱玩3C设备 然后可能家人啊亲友之间的互动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希望可以找一些生活当中旧的点子 赋予新意 让他好像可以取代3C传品 不要让大家有纯粒的效果 所以一开始他在做的时候 他想要很复古 所以他就选了大同宝宝 然后上面虽然有蛮多铜丸的元素 可是一开始是手绘的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他用色铅笔啊 跟那个广告颜料去做涂的 所以会发现说 其实颜色好像有有糊糊的 那后来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应用外语科嘛 我们的专业就是外语跟商业 还有电脑软体资讯 其实对他们来说 要从这个手绘变成是右手边 老师们右手边的这个真正博修尔的那个cover 其实蛮困扰的 因为他们必须要把原本手绘的东西 开始学会用电绘 他们其实曾经跟我们学校的多梅科 借了电绘版 还真的学了要怎么去做电绘 但是发现花了很多时间 做出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所以最后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用手机的那个app和软件 然后在手机上用画画 因为变成他的电绘不是用电绘版 是用手机 然后最后做出了我现在手上这一本的产品 然后再来就是 这本书总共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我们是有一个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leo's children's toy 就是在section1的部分 我们会先提供有关于 这些童玩简单的历史背景故事介绍 然后其中也会告诉大家说 因为现今的孩子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研究之前 我们有先做一个市场调查 我们那时候发问卷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现在啊 大家有一个机会 可以玩一种新的东西 你会想要尝试吗 大家都想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一开始孩子们做出来的 那个问卷回馈都会以为说 我们今天想要走的那个东西 一定是 比如说什么新的app 或者是什么游戏 其实都不是 那我们那时候发现 大家都对童玩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有听过 有的人有看过 但是不是会真的玩过 所以其实在现今孩子 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背景下 他们根本没有玩过童玩 那可能在座的老师们 就会开始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我的学生 会突然想到做童玩 而且可以看到 第二个section就是easy make 他们要把这些步骤化繁为节 然后又要用环保的素材 又要快速经济 然后用影片呈现的方式 真正亲自动手做 教那些reader 可以透过我们的blogsure 甚至是透过我们的demonstration video 学会怎么用简单快速 又经济实惠环保的方式 来做出他们的童玩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 经历了前面两个部分 那有蛮多的孩子他会希望说 也许在休闲娱乐的时间 除了动手做自己 跟同伴互动之外 他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进阶的资讯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个研究之前 除了发问卷之外 我们还真正到了 那个新北市的地方 去做在这个toy museum的地方 实地去做了一些探访 就是看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童玩 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针对我们刚刚 section 1的地方来说明一下 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section 其实就是我们会提供 第一个就是 a brief history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童玩 就是会大概知道童玩 他的这一种 比如说我们以Bamboo Dragonfly 就是竹蜻蜓 像那个电影卡通当中 Doraemo用的那一种竹蜻蜓 可是那个东西他是有魔法在的 我们的不是 那其实看到这个好像 以为是特制的图片 其实这是在我们学校的language lab 就是做专题课的时候 然后窗户打开 刚好那一天风和日丽 他们就把他们成名做完 我就让他们用他的手机进行拍摄 所以我们会先探讨 那个origin of this kind of children's toy 那second part is what are some tips they can use to play with these toys 就是会告诉他们说 用什么方式可以来玩这个童玩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蛮多年轻人 他们真的不是很爱阅读 那即便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用 比较colorful的一个format 或是一个layout来呈现 所以我们这边有使用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很方便的 就是QR code 就像我们今天要进十大的校围 我们可能也要扫一下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今天出来试的时候 发现好像连结有点跳掉 所以我现在耽误一点点时间 先开一下一个他们自己录制的那个talk show 让老师们看一下 这个很短 老师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很短 诶 它没有声音吗 诶 它没有声音吗 我来研究一下 我来研究一下 是因为没有接音源线吗 哦 只能用笔电 哦 只能用笔电 哦 有点尴尬 好 没关系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老师们等一下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 那我就先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这个书呢 翻开来之后 它其实是有这个QR Code 所以等下老师们在看的时候 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机 扫一下QR Code 可以像我们的手机 是另外一个群人 哦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就是可以扫一下那个QR Code 其实孩子们他们有建一个那个channel 就是在这上面可以看到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呈现嘛 那我先从这边拍子出来 不好意思啊 那老师们可以现在先传阅一下 就是可以扫 试着扫一下那个QR Code 因为我们试过蛮多次了 应该是可以用的 哦 这是他的声音 对里 好 我再 谢谢 這裡是 Body you a boy and you didn't turn around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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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I'm singing Singin? Sing with me 5 4 3 2 Body you are all in a great place Sing in a dream I'm feeling like something What is it? This is Renhold Trump Renhold Trump It's an ancient and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and twice inventing a Tai dynasty This is a small drum Virtual beat up attached With a short-term switch And a handle on the bea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play with it? Of course Turn the handle around And let the beat to hit the drum Dali Let me try it But they are all in a big noise Body you are all in a big noise Bating the tree Gonna be a big man something Excellent This is the end of our video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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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其實它每個部分都會有一個啦 就是我們介紹的每一種童彎其實都會有 那我現在繼續往下喔 好 那 剛剛講過就是說可以 等一下喔 好 所以呢 在那個每一個童彎介紹他的歷史背景跟怎麼玩之外 我們會製作一個用talk show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避免有一些reader 他們真的很不喜歡看文字 他其實呢 可能人手一機 他也可以藉有少少QR Code的方式 然後真正觀賞一個小小的短劇 來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他們拍攝的過程 其實一開始我們只是找同學的家中 就是架機器 然後用家裡的電視來進行拍攝 那拍攝之後我們會發現 比如說他們的走位啦 或是一些表達啦 互動 可能有一些什麼缺失 所以 等到我們真正確定那是OK之後 我們又會再請他們進我們學校的綠棚 去做拍攝 然後做一些後製跟剪輯 那 這本書的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 就是要真正進入動手操作 那 理論上呢 我們這左上角都會有一個 difficulty 就是 在製作同彎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分成不同的星級 星星越多就是 製作的方式 越簡單 越初階 那如果你本身在DIY這件事情上 你本來就是一個 master 的話 也許他就可以去嘗試一些 比較困難 星星比較多的東西 那我們會把圖片 跟一些 steps 就是盡量用條列式精簡化的方式 讓他一目了然 然後還有一些他可能需要的材料 那 因為就是要符合環保的這個議題 所以原則上我們大部分啦 全部的那個材料來源 幾乎都是回收用的商品 然後這邊也是會有一個 QR Code 可以掃 那因為有一些人可能 藉由看圖跟文 雖然簡單明瞭 可是他在動手操作上 也許會遇到一些困擾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有準備另外的 一個 demonstration video 讓他們來觀賞 可能讓老師們快速的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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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start Step 1 Drill a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cup Like this Step 2 Take the length 1 and cut it down Step 3 Press the cutting thread through the hole 像我們盡量要用大副剩餘的銅鑼 它的製作副剩餘是保留在三到四個步驟就可以完成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在展場做最後比賽總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有現場就是製作銅鑼在製成編輯 因為我們也需要編輯做的 像這樣 我們做到了,我們一起玩吧 接下來我會教你如何製作銅鑼 在這製作銅鑼 拜拜 好,我們現在要製作製作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列舉了一些台灣相關 就是現在還保有早期留下來的那些銅鑼的相關博物館的資訊 像比如說他們正在做這項研究之前 他們其實就到了那個新北板橋這個地方有一個博物館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它裡面有哪些東西啊 或者是它怎麼交通方式啊等等 然後這個是他們最後的一個產品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我看剛剛時間有點耽誤 所以等一下我這邊有一個影片啦 這個影片其實就是他們真正出去比賽的時候 投出去給評審看的那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進行拍攝 其實外語群科中心的網站上面也有掛 然後可能有蠻多老師應該在今年 準備來年新的比賽的時候應該也都有點選過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時間還來得及的話我們再播放 好那我可能就是跟之前在台南分享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會在後半部啦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整個專題製作的過程當中 雖然困難是蠻多的 但是其實在影片拍攝的過程 就是剛剛就是我剛剛說外語群科中心上面有掛這個 其實他們這個歷程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首先大家可能會蠻驚訝就是說這裡到底是哪裡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在寫這個劇的過程當中 孩子為了要呈現這個作品 所以他們其實想了有一點類似古今穿梭 然後有一點鬼怪的那種劇情 所以他們想做了那個劇情之後 他們要自己先寫好他們想要講的獨白 那寫完之後我就是做最後潤稿的動作 所以為了要符合那個時候早期的社會 也許在他爸爸媽媽的年代大家都沒有什麼3C商品 或者是玩具可以玩 所以大部分的玩具都是大自然 或是自己動手做 所以那個時候就找了同學家 剛好附近有古厝 他們的古厝裡面剛好有竹林 所以他們就是在竹林玩那個Bamboo gun的槍轉 然後呢後來把這些東西呢帶回去家裡 就是用洗衣巾的方式嘛 就是從過去推回現在 然後會發現他小時候可能跟家長玩得很開心 都是大自然自己動手做 非常有樂趣很有互動性 可是等到長大之後自己做了爸爸了 因為忙於工作現實生活 所以呢他就變成是說 大部分的時間他可能都忙著工作 那他小孩可能想要跟他有所互動 就不像小時候他的爸爸媽媽 可以跟他有這麼多比較直接Face to face的互動 然後一直到他們後來要拍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鏡棚 然後以及到最後 因為要走一個復古的路線 所以我們真正還借了某一位同學 他家裡的古厝來進行拍攝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劇本的撰寫 我覺得是蠻困難的 因為你要怎麼在很簡短的時間 找出你產品的亮點 然後把它加以戲劇化 然後呢又要讓孩子自己寫完那個劇本 然後老師在經營修改 然後我們才做拍攝 那拍攝到後製 比如說他講錯詞啊 或是那個文法錯誤啊 或者是可能他的呈現方式怪怪的 這個都做了蠻多後續 好幾種不同的版本 一直到最後的優化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培訓的過程 其實通常我在專題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在六合高中已經十三年了 那我大概過去指導專題的時間大概就是六年 但是我也沒有那麼刻苦耐勞 每一年真的都在指導 我可能指導兩屆我就會休息一屆 就是喘息一下 所以通常呢就是前期的部分 就是在上專題課 因為我們學校是二下再上 二下三上三上 這個時段再上 所以原則上呢 我們前期的部分就是會做選手的選拔 那選手選拔就是像我剛剛跟老師們分享的 就是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先讓同學自行分組 分完組之後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創意發想 然後讓他們做一個會前會 先做一個小的presentation 告訴我想做什麼 適合做什麼類別 分析一下他小組裡面成員的戰力 大概適合是論文還是簡報還是創意 諸如此類的 然後進入中期的部分就是 他們要會在每一次斷考 我就把它當作一個turn 希望他們完成我規定 那個作品說明書裡面 到什麼什麼樣程度的進度 所以他們在中期的部分 大概就是兩件事情最重要 一個就是把作品說明書 按照那個format把它按時程完成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充實它的產品 像比如說我們是創意組的同學 我可能就會讓他東西寫到一定的定點 之後就要先開始做 因為你可能發現你當初所想的 跟你最後做出來的 有的時候滿多組別 看起來好像組合很夢幻 但是其實最後是做不出來的 然後這兩個section結束之後 才會進入拍影片的地方 因為我通常期末考 就會把他們逼到非常的痛苦 就是他們要學會自己拍攝 自己剪輯上字幕 甚至是包含鴉片 然後借那個攝影棚 就是交給我的東西 就是不管你要不要去比賽 所以我們六合硬硬的孩子 每個人出去參選的時候 都會有自己那一份作品 說明書跟廣點 就是每個人都得做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夢幻組合 你今年要不要出來比賽 我們會非常落實 一定要做到拍完影片很完整的地方 然後最後後期的話 就是我們會一樣接一間 meeting room 然後請我們科內的老師 還有外師 坐在下面進行做評審 然後我會做一些那個grading criteria 的working 然後老師們就是用盲選的方式 他們只有看到作品 當然因為他們不見得都有教那些孩子 所以他並不知道他誰是誰 所以他們會幫我 坐在那個grading criteria當中 選出一個分數最高的組別 然後我們會看情況 看是今年要報論文 還是簡報 還是要去做相關 比如說創意的設計 那這個後期的話 就是藍色的區塊 就是鎖定真正夢幻組合 要代表我們學校去比賽的組別 那我們就是會把產品做最後的優化 然後甚至是影片的後製 那所謂的表演訓練就是 從寫劇本啦 走位啦 口語表達啦 然後到演戲的部分 我們會讓他們有一些 比如說在我們科內巡迴演出 或是一些相關比較大型的場合 比如說借演藝廳 然後讓他們來表演給學弟妹看 其實那也是一種傳承 就是藉由這件事情 也許你看到高三的學長姐是這樣做 那你在高二的時候開始做 你就會想明年就換我是這樣 甚至包含我們的高一 他會知道說我們六合音音一直以來 都有這樣子的傳統 就是什麼時間點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最後的話就是 那個Q&A的模擬練習 那我們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我會去先設想好 可能他會被問的問題 然後我也會 就是請相關科內的人 或者是我們學校相關一些 姐妹校的教授們 幫我們去做一些 模擬相關的問答練習 然後針對決賽的準備 所以今年就是真的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就是 其實你看到孩子們 他們都是戴著口罩 因為那一天其實 天氣非常的炎熱 而且全場要戴口罩 也不可以摘下來 像我現在這樣摘下來是不行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因為風又很大 然後所以其實原本長部的東西 應該是更乾淨整齊漂亮 但是因為我們剛好在牆角 就是風吹得很大 所以有些東西是落掉 所以大家可能在外語尋科網站上面看到 就是截掉只有到這裡 因為這下半部那時候都是被摧爛掉的 然後他們其實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大家 老師們可能會發現說 欸學長好像穿得蠻casual 因為他們在演戲 演這個人呢 他是他跟他的那個 就是他是grandpa 然後他跟他的那個granddaughter 就是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吵架 然後這個女生其實是那個天使 反正他們的衣著打扮 是跟他的劇情有所貼近聯合 然後其實說良心話 這三個孩子 一開始口語表達能力 就是在我們班應該就是 是土通 他們並不是真的口語表達能力 非常好的孩子 但是因為這個比賽 我覺得也給了他們 很大的磨練跟信心啊 所以那時候我擔心他們 這樣手折折是聽不到的 而且因為現場蠻吵的 因為是論文跟 那個簡報跟那個創意同事進行 我就有跟他們說 老師是站門口 因為以前老師都可以進去啊 那今年就是不能 我們就站在門口 就像我現在站在門外 然後門是打開一點點 我就站在門外 而且他會有一定的距離 我就說 我要在外面聽到你們三個人 講的每一句英文 他們就覺得 老師怎麼可能 我就說不行 不管別人多大聲 你就是要這麼大聲 讓我在外面清楚知道 你到底裡面 到底演什麼做什麼 因為他們大部分 現在他們三個人就是很活潑很搞笑 所以他們其實 最大的優勢應該就是 他們不會劇場 他們也不是因為 一開始來 音音就這樣 是我覺得可能 我們六眼音音在課程的 包裝設計上面 我們就一直讓孩子從高一 就是一直要有個人啊 配合上來 就是做表演 不管是簡報 或是那個 GO 或是各式各樣的海報 呈現發表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上台 演戲 表演 剪片 是一種很平常 大家都要會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海報也是 一直絞盡腦汁 因為那時候快要考統測了 他們其實都有點快要精神 到崩潰的狀態 因為就一直在想 要怎樣有復古的元素 又要乾淨整齊 然後又要不能把我們的東西 加以複雜化 然後這個是最後他們那個 在外面比賽的一個照片 那其實在準備的時候 從一開始產品的最後優化 當他們上台表演 還有怎麼做那個海報的配置 還有場部 還有以及最後的問答 我覺得其實這五件事情 應該就是準備決賽 又要準備統測同時當中 最具挑戰性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個啦 然後培訓的困境 其實大概就分這四個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時間管理 因為其實我這三個孩子 他口語表難力不是很好 但是說良心話 三個裡面有兩個人 在班上大概就是前25% 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顧全他的統測成績 摩考 然後他們要拚的 一定就是國力當中 比較前面的選項 那所以原則上 他在又要讀書 又要做專題 然後東西要一直被我推薦 又要剪片 又要重拍 其實要怎麼去顧全兩邊 我一直都很擔心 他們也很焦慮 但是我覺得 老師在這個時候 指導老師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是班導啊 我又要帶他學科 我又要帶他的這些比賽 其實我們就是面面都要巨頭 就對了 所以要怎麼樣 讓孩子就是掌握零散時間 去讀書 然後又可以顧全比賽 其實是會是蠻大的挑戰 那第二個就是創意發想 其實 應該有老師知道 他們其實在做這個東西 真正訂稿的主題是在三下 才決定最後是這個 要拿出去比賽 因為這一組 以前一開始 他們在這個之前 也先做了一個完整的專題作品 那個東西 其實是用手機做了一個APP 然後相關的一個旅遊手冊 然後因為我們是桃園人嘛 所以他這個就是做 是桃園集結的一個旅遊相關的那個package tool 一開始是這樣 但是他們還真正去採點去走那些地方 但是實在發現 我們真的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有趣 沒有那麼好玩 所以最後孩子還是放棄了這個主題 但是因為他們前面已經整個做一次了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相關的流程怎麼撰寫 就是快很準 所以最後就是把他創意發想 又轉了一個大的彎 最後改成是同彎 那再來就是溝通協調 像他們是兩個女孩一個男生嘛 那其實因為有模擬考成績的壓力 再加上有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男生是球隊 他們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時間管理上 或是意見分歧 或者是一些有吵架 或者是誰做的比較多比較少 會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是老師要去做溝通協調 那最後的話就是自我期許 因為就是回到剛剛講 因為他們其實大概就是三個 有兩個是前25% 然後有一個女生 她是大概就是卡在國力跟私利 國力尾巴私利頭 所以他們其實也希望用這個比賽 走基歐的路線做最後的翻盤 那就是覺得反正就是放手一搏一定要做 那當然就是希望可以拿下那個獎牌 那因為剛好今年我們也比較幸運 因為我們自己學校印日 我們也是我們是同一科 有陰跟日 那我就是有一起在帶 因為我們印日老師是新人 那所以我們今年就比較幸運 就是兩組就都是我們學校 所以其實他們也有對外跟對內 自己科內就是同時競爭的壓力 所以他們也希望他們可以勝利 我想大概就是這四件事情 那個時候是在做這一份作品的時候 比較困擾的地方 那其實結論的部分我會分兩個區塊 一個就是針對學生的部分 這一張SWART分析其實就是孩子 他們在上完上課之後 他們就好愛做每件事情 都喜歡用一個SWART分析 那我覺得其實很簡單也很具體 就是針對學生的部分 他會覺得雖然做專題他們比別人更加的辛苦 像我們學校其實禮拜六是有把孩子留下來加深加廣的 所以他們通常禮拜六是四連放學 放學之後大家可能就是回家休息啊 讀書放鬆 他們就是要在約區外面繼續做專題 所以每次禮拜六禮拜天都是做專題 就是很瘋狂 然後所以他們因為這樣子時間比別人更少 反而學會了好好的去山用零散的時間 所以他們確實在讀書跟做專題上面 他們都可以做到位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 他好像要耗費比別人更多時間 事實上我發現可能因為他覺得 對他的徵選則是一個賭注 然後他為了想要贏 所以他會想盡辦法去抽掉他所有休閒預熱的時間 來完成這項工作 然後他的那個缺點就是曾經有某幾次啊 就是因為一個學期我們會有六次摩考嘛 他們可能摩考的部分會有一些成績下滑 但是下滑雖然是下滑 他也其實一直都還是掌握在可理解的範圍之內 就是三個人應該幾乎都是沒有脫離他原本心中想要學到的太緣 可能有花個一到兩個志願 那他可能會覺得缺點應該是缺乏讀書時間吧 可是其實他又發現他的威脅就是又有統徹又有專題 到底誰輕誰重 他又怕那個時候 因為後續我們知道我們進決賽了嘛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在做後面的準備 又很擔心萬一最後滑鐵爐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他的統徹又沒有辦法拼到極致他心中很想去的學校 那其實他後來也就想說 好不管是徵學人有沒有幫助 或者是他的機會就是如果真的很僥倖可以取得勝利的話 那他就是有機有的機會 那其實最後這三個孩子 當然就是念了國立啦 其中有兩位同學是用徵學入學的方式就是進雲科 然後有一位同學他就本來卡在頭尾 就是私立頭跟國立尾的同學 他最後就是考上高科大 可是他因為想要跟他的戰友繼續緊密結合在雲林這個區塊 所以他最後就是去念了虎尾 然後我覺得針對老師的部分吧 就是我自己在帶這個比賽的時候 我的對策大概就是這四點 第一個就是風箏定律 老師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放風箏 放風箏的時候你為了要讓風箏飛得很高很遠 那通常就是什麼呢 這個字有點卡掉 就是我自己其實在帶班跟帶比賽 我都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就是我會覺得就像放風箏一樣 你的手要握得緊 可是你要讓你的線是放鬆的 不然他那個風箏永遠不會飛得很高很遠 所以我對學生也是一樣 我會握的 我的手會握緊緊的 但是他的那個線就是他要怎麼發展 他要怎麼樣用他的方式達到我的訴求 或是我的要求 這個是他自己的彈性 他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這整個作品當中 其實可能有蠻多老師會想說 他們真的有辦法自己剪片嗎 真的會這麼會畫畫嗎 這麼會編輯文字嗎 或是演戲嗎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真的都是student center 從創意的發想 從零到有 到他那個裡面所有文字的撰寫 我雖然是做了蠻多後續修改的動作 修了很多遍 但是其實所有創意發想點跟突破 包含拍片寫劇本借場地 這個都是讓孩子從不會到會自己去學 然後再來就是團隊合作 因為其實團隊合作其實不是只有在我們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需要應日其實也有來比賽 那其實我們就是應日同時 雖然我們是對手 但是我們也是戰友 我們其實有整合蠻多我們 像內外科可以相關合作的資源 一起來用 那最後的話就是有的時候 到最後QA的階段 我覺得不見得只有在我們應外科 去做一些尋問表演或是問答的部分 我們也會把這個邀請 比如說假設我要試完那些頭腕的時候 或者是要試掃那些QR Code的時候 或是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其實有找我們學到其他工科 比如說機電資訊或多媒 讓他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作品 看那個英文夠不夠簡單 或者是他們看了那個demonstration video 真的有辦法follow我們的step 去把它完成嗎 所以其實我也有整合校外的資源 讓他們真正去做try out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現在時間應該就有點剛好了 就是想要問一下老師們有沒有什麼 想要針對我們的作品 有想要問問題的部分嗎 就現在是QA時間 有嗎 還是說要等到留到等一下後面那個問答的時間也可以 有嗎 沒有 因為我們看2點03是不是要陳老師 是 不是 好 好謝謝大家 謝謝 Sitting 谢谢大家